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二月二十八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指揮中心今年採購的莫德納疫苗 第三批一百二十二點四六萬劑 已經在今天凌晨抵台 而隨著國內疫情趨緩 從明天三月一號開始 將適度放寬防疫措施 包括了運動 拍照 直播 演講等情況 不用戴口罩 雙鐵 開放飲食 而另外除了台北 新北 桃園 以及高雄以外的醫院 探病限制將會放寬 隨著本土疫情稍微趨緩 三月一號到三月三十一號期間 台灣最新防疫規定將適度鬆綁 包括從事運動 拍照 直播 農林漁木工作者 山林海濱活動 溫泉 三溫暖 外出有飲食需求 指揮中心或主管機關指定的場所或活動 都可以暫時脫下口罩 在運動 拍照 還有直播錄影主持報導 支持演講 講課等這些 先前曾經一度被我們規定說要戴口罩 的這些情形 目前是從三月一號開始之後會恢復可以免戴口罩 因應之前曾經發生過的群聚感染事件 這一波免戴口罩項目並沒有將唱歌納入 考量經濟和防疫生活兼顧 賣場 市場 超市 開放試吃 不要求人流管制 雙鐵 客運 國內航班等開放飲食 宴席開放逐桌淨茶酒 國內五個機場及兩個港口往離島旅客免篩檢 還有除了雙北 桃園 高雄的醫院之外 碳病限制以及長照機構探視規定也放寬 那整體這個大的方向在蘇院長的指示之下 另外三月一號起 也開放外籍人士來臺進行人工升職療程 指揮中心表示 新智啟動之後陸續會做滾動式的檢討 三月三十一號後續將是疫情的發展 看是否能夠再繼續放寬相關措施 希望在疫情穩定可控的狀況下 國內步入正常的生活 記者 諸方柱齊昌 綜合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香港單日新增確診人數再創歷史新高 昨天通報 二十六號新增了兩萬六千多人 而這一波疫情已經累計十五萬人確診 再來看到自由時報是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 一旦中國武力犯台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呼籲美國應該拋棄長久以來的戰略模糊政策 在中國動武時協防臺灣 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入第四天 由於烏克蘭頑強抵抗 俄軍進展有限 俄羅斯總統普廷稍早下令 核子嚇阻部隊進入特別警戒狀態 而烏克蘭總統捷林斯基二十七號表示 願意和俄羅斯會談 地點選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邊境的戈梅里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四天 兩國談判出現一線曙光 原本雙方因為地點有旗艦 經過討論後取得共識 將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邊境的戈梅里 但才確定了談判地點 白俄羅斯就向烏克蘭發射多枚一絲砍的飛彈 還擊中一座機場 烏克蘭總統捷林斯基強調 白俄羅斯必須確保這段期間 所有戰機和導彈都留在地面上 也對談判結果抱持懷疑態度 只是俄羅斯情勢仍然緊張 俄羅斯總統普廷二十七號發表電視演說 指控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不友善措施 包括非法經濟制裁 因此下令核子嚇阻部隊進入高度警戒 自從俄羅斯二十四號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以來 俄國始終沒有提到傷亡情況 俄羅斯國防部二十七號首度承認軍隊中有死傷 但並未透露人數 根據愛沙尼亞前國防部長 歐洲議會議員特拉斯在推特發布的情報文件指出 普廷對於四天內打不下烏克蘭非常震怒 烏克蘭首都基辅市長表示 目前已肅清市區俄軍 東北部的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烏軍也已經完全掌控 公司新聞政委人中建剛別議 國際間加強軍備援助與對惡制裁 包括法國、荷蘭、德國都表態將對烏克蘭提供防空飛彈 反戰車武器 歐美多國也決定把幾家特定的俄羅斯銀行 租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 恐將導致國際交易中止 對俄羅斯的經濟造成衝擊 而一旦俄羅斯展開反制 把輸往歐洲的天然氣 還有石油給切斷 也將會使得歐洲的通膨壓力大增 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各國接連 對俄羅斯祭出制裁措施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及歐盟 等26日發布聯合聲明 譴責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承諾未來會把特定幾家俄羅斯銀行 逐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俄羅斯那種比較國營 就是比較偏軍方的那些銀行 他們是鎖定幾家 他們不是全部 當然衝擊一定到會比較強 但是相對來講 它也不會是全面性 尤其我覺得包括那種主要一些 從事像能源、氧氣、石油 是因為出口 我看起來還沒有加重這方面的制裁壓力 力道稍微有點加強 但還不到真的是全面制裁 成立於1973年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支付系統是連接全球銀行業的金融通訊基礎設施 共連接兩百個國家 約一萬一千家金融機構 目前被提出這個系統的國家 有北韓和伊朗 學者表示2014年俄羅斯並吞克里米亞時 西方國家也曾威脅禁止俄羅斯使用SWIFT 因此普廷花了好幾年建立以盧布為主的獨立交易金融信息傳輸系統 SPFS是有備而來 根本不怕西方國家將俄國踢出SWIFT 而外界也關注制裁生效後 是否會讓全球金融市場大亂 對此學者認為還不至於 不過得留意俄國政府過去所發行的債券 因為除了歐洲銀行外 國內也有銀行持有 一旦俄國進行封鎖 倒楣的將是持有債券的投資人 而且接下來若各國制裁力道加大 俄羅斯也展開反制 把輸往歐洲的天然氣石油切斷 將使得歐洲的通膨壓力大到難以想像 記者為邱福財推報導 烏克蘭局勢動盪 外交部持續協助撤僑 18名國人順利入境波蘭 還有14位滯留在烏克蘭境內 我駐外人員都有保持聯繫 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而烏俄戰爭也導致台灣國內的油價 出現7年以來的新高 從烏克蘭撤離的18名僑胞 26號晚間入境波蘭 拿著國旗與駐波蘭代表出大使 成龍井合影 順利離開戰火下的烏克蘭 他們都鬆了一口氣 公路因大規模逃難潮嚴重塞車 我國撤僑專車歷經46個小時 在26日通過邊境檢查站 平安順利入境波蘭 之後將由國人自行決定返國 或前往其他安全地區 外交部同時指出 另外有4名旅居烏克蘭的國人 在外貿協會駐基辅台灣貿易中心等單位的協助下 27號上午順利抵達斯洛伐克避難 依據駐二代表處回報 目前還有14名國人滯留在烏克蘭境內 7個人在基辅 2個人在南部 3個人在東部 還有一對母子 暫時必居西部的立為夫勢 我駐外人員都有保持聯繫 以提供必要協助 暫時導致國際油價上漲 為了平穩機制 中油吸收漲幅 28號零點起 其柴油各調漲0.5及0.4元 參考零售價格分別是92美公升30.7元 95美公升32.2元 98美公升34.2元 柴油美公升28.5元 有價創下七年來的新高 行政院更盤點檢視能源 民生 工業物料 金融市場等四大面向 包括油氣進口來源多元布局 提前採購黃豆 小麥 玉米 調降關稅及營業稅 確保民生物資量足價穩 記者國際研診博裕台北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國軍方也加強戒備防範共軍的威脅 傳出中國解放軍從福建往台灣方向 釋放高空偵測氣球 我國防部證實 今年以來已經發現有四波 中國軍方的高空氣球飄過我國空域 軍方研判 目的可能是氣象或科學研究 陸軍 海軍 空軍 三軍弟兄 從早到晚二十四小時隨時保持警戒 烏克蘭陣招受俄羅斯侵略 為防範中國趁機來襲 加強戒備的國軍發布戰備影片 還特別放入三軍武器 發射彈藥畫面 包括軍艦 戰車 戰機 以及地面飛彈部隊 強調隨時有能力因應第一情威脅 不過中國從二月二七號到三月一號 一連三天在南海進行軍事訓練 還劃定區域 禁止傳播進入 中部以北空域也傳出四度出現 中國高空氣球發現地點包括基隆 桃園 新竹與台中 高度大約一萬到九千英尺 國防部正式這項消息 初步分析這些氣球 是用來做氣象或科學研究 對於台灣周邊海公魚的各項狀況 也各種異常的增厚 軍事相關的動態等等 國軍都會以謹慎的態度來面對 來確保國家的安全 據了解這些氣球來自中國福建省的 七二集團軍 遠程火箭旅 由於目前正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敏感時期 包括軍事學者與多位立法院 國防委會委員都認為動機並不單純 二月上旬的時候 美國在夏威夷也發現有高空氣球 所以還甚至還派F-22戰機去做一個攔截 跟目視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要保持警戒 中國持續對我文攻武嚇 就連國際大部分國家指責俄羅斯 惡意侵擾烏克蘭的時候 解放軍對台各項威脅 不但沒有收斂 還持續進行各項軍事行動 國軍除了強化戰力也加強敵情增收 不讓敵軍有絲毫機會越過類似一步 舊長崇 陳信龍 台北報導 228前夕 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還有監察院長陳菊等人參訪在新店的安康接待室 這裡是當年陳菊被關押的地方 更是目前唯一保存完整 見證白色恐怖時期侵害人權的大型偵訊拘留室 蔡總統喊話 絕對不會再走向威權G條回頭路 曾被指控為政治犯 關押在安康接待室的監察院長陳菊 228前夕 陪同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重返歷史現場 看到偵訊室 還有監視孔等等 回想當年他百感交集 安康接待室是目前唯一保存完整 見證白色恐怖時期侵害人權的大型偵訊拘留室 促轉會審定為不意遺址 蘇貞昌則成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承 組跨部會小組 希望將當年不公不意的現場 留為歷史的教訓 同時保留歷史真相 蔡總統喊話 絕對不走回頭路 當時不合理的激壓 偵訊 甚至違反基本人權的尋求 都發生在這些陰暗的建築物裡面 今天我們重新檢視這些不堪回首的歷史 就是要證明民主化以後的臺灣 今天二二八 蔡英文也提前以錄影方式 為二零二二北美洲海外臺灣人二二八 七十五週年紀念會致辭 她表示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 提醒我們 臺灣可以走向民主發展 就是因為有臺灣人一代又一代的打拚 一定要繼續團結 守護民主 記者顧財 陳柏玉新北報導 國內的疫情來關心 昨天暴增十六例本土確診 指揮中心表示 分別集中在兩個縣市 包括新北市的五例 是來自板橋火鍋店四例 臺北市宗教傳播鏈一例 而桃園市則是增加了十一例 全市二十七號 觀音區幼兒園 貴滿十歲血統的延伸 為了防止擴散 居家隔離人數 可能達到上千人 人潮車潮不斷 完全不受確診足跡的影響 這裡是新北新莊的美式賣場 遇上連續假期 購物的民眾依舊滿滿滿 國內二十七號新增六十例新冠肺炎 確定病例分別為四十四例境外移入 以及十六例本土個案 那境外移入中有二十例是航班落地採檢的陽性 那十六例的本土病例是九男七女 新北有五例 新北衛生局表示新增五例中 案二零五二九市火鍋店的員工為二十六號 確診員工案二零四五六的同事 其同住家人父母及妹妹三人案二零五六四到二零五六六 也都染疫 另一位確診者案二零五六七市北市宗教聚會 KTV相關 在期滿採檢確診是案一九九九六同住者 相關匡列的接觸者一百一十二人 有四人居家隔離 目前都已經安排採檢了 那後續我們會持續做疫調及相關的防疫工作 二月二十六號居隔第十四天 也就是即將要解隔之前的採檢 轉為是陽性CT值是十七點四九 那目前就是收治專格病房隔離治療 而桃園市則增加十一例創近日新高 全市二十七號觀音區幼兒園未滿十歲學童的延伸 年齡介於未滿十歲到六十多歲 除了同學外連同學的家人也染疫CT值 在二十一點二到二十六點二之間 幼兒非常容易群聚感染 因為沒有打疫苗 那因為他們的症狀很輕微 所以學校跟家庭都忽略了 鄭文燦表示 以過去的經驗 這一波群聚感染疾可能會擴大 因此希望在最短時間內對延伸了職場 學校做匡列 而為了防止擴散居家隔離 人數可能達千人 希望能確保社區的安全 記者為了秋夫才推報導 二二八連假 全台各地幾乎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台北市多處景點 因為人潮擁擠 亮起了旅遊警示 而南部像是集結各種美食的台南國華街 屏東墾丁大街 或是高雄的台灣燈會廠區 同樣都是人潮滿滿 民眾席家帶眷來到臺北市林官邸賞玉京香 告別前陣子的英語綿綿 放晴的臺北吸引許多民眾外出透氣 二十七號下午包含市林官邸 西門町等多處景點 就因人潮略多甚至擁擠分別亮起旅遊警示 橘燈及紅燈 疫情趨緩後的第一個廉價又碰上好天氣 不只北部 南部也是人潮滿滿 聚集不少美食的台南國華街等商圈 二十七號還沒中午 許多名店都已經出現排隊人潮 就等著吃美食 而赤坦樓等著名古蹟景點 同樣到處都是人 人潮帶來的業績 也讓店家鬆一口氣 一半有了 但南部不只美食 臺灣燈會展其剩最後兩天 不少外縣市遊客把握最後觀賞機會來到高雄 讓輕軌伯二大驛站 一早就有許多遊客下車來參觀伯二跟大港橋 主要是來看高雄燈會 本來就是預定今天往上上去看無人機表演 二十七號是燈會無人機展演最後一天 但不只無人機 為了聲援處於戰爭的烏克蘭 臺灣燈會這兩天也以藍色及黃色燈光 拼出烏克蘭國旗替他們加油 也讓燈會增色不少 同樣月夜月熱鬧美麗的 還有屏東墾丁大街 逛夜市的人潮塞滿大街 大街管委會也呼籲遊客遵守防疫規定 保持社交距離 以維護當地旅遊品質 記者 這一封綜合報導 受到了上一波的寒流和大雨影響 鳥曆大湖的草莓嚴重受損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前往勘災表示 受損兩成以上的現金救助每公頃九萬 而彰化普新的芒果和葡萄同樣受損嚴重 而另外還有哪些地方相關的新聞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陳吉仲說災損兩成以上的現金救助每公頃九萬 另外彰化普新的芒果和葡萄同樣受損嚴重 尤其是葡萄估計損失收益高達上億元 彰化縣府說會向農委會申請補助 有最美區間車支撐的台鐵EMU900型電電車 去年底使進中南部 但由於中南部許多車站月台太小或者是沒有統一的停車標誌 面對編組較長有10階車廂的EMU900型 就出現停不下或因為標誌混亂停錯的問題 對此台鐵回應正在積極調整 目前正值農忙期間農車往返田間 時常讓道路出現許多掉落土塊 也造成有歧視失控摔車 為了避免讓這樣的情況發生 雲林縣環保局呼籲農民或農耕業者 上路前要先做好清理工作 避免造成道路農屋 若被民眾陳情查到行為人 可依廢棄物清理法除一千兩百元到六千元的罰還 記者綜合報導 關心天氣 東北季風開始減弱 各地大多為多雲大晴 只有東半部地區以及北部山區 有零星短見雨 而氣溫方面 整體白天的高溫比昨天持續回升 不過西半部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而接著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